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我们说到死亡之屋的时候 还是去年红白机聊月风魔传的一期 在Switch的独立游戏直面会上 死亡之屋初代重制版带来了一个意外惊喜 如今一年过去了 游戏也如鱼而至 爷爷的青春可算是要回来了 死亡之屋作为世家接机游戏行列中的一款 经典光枪射击游戏 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利润 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 体现了丧尸题材和光枪形式的火热 也为之后的光枪射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可尽管荣耀无数 但这个系列一直有一个魔性的特点 怎么也绕不过去 那就是游戏台词的傍毒现象 好家伙 您听听 您听听 问世间傍毒为何物 死亡之物可谓是死亡傍毒 得 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傍毒 傍毒 没用意 本来说的是日语阅读汉字时 无视语序直接读出来 可如今更多指的是演出念白和配音的时候 缺少情绪感情和表现力的情况 观众一听 评论就是俩字出戏 由世家土星上的普悠普悠通 故事模式每局开始之前都会有一段小过场 那叫一个酸爽啊 这里有人问了 这傍毒听着也不是那么明显呀 嘿 虾猫碰上死耗子 巧了 一年后在PS1发售的普悠普悠通 决定版给过场重新配了一遍 我们再来听听 这下够明显了吧 但这傍毒乍一听 也只能说是出戏 还远谈不上糟糕 游戏界还有几个例子 甭说是出戏了 就是刚听两句 我都能直接碰饭 比如在配音界担任 典型反面教材的生化维基1 声音总是透着一种波澜不惊 光枪界表现最差的游戏 死亡深红 不仅拉耳朵 而且拉眼睛 究竟Saint Horizon现生的PS2游戏 混沌之战 也难免遭受了傍毒的负面影响 日版的配音也只能说是还行 可这每一版的配音 那就真是惨不忍睹了 得 抽远了 真要详细展开那一天也都说不完 咱们还是说回死亡之物吧 傍毒在这个系列当中的表现 不仅仅是某一句台词 或者是某一座的配音没有感情 这个系列自打初代发售以来 游戏的台词就一直透着一种声音 听多了吧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总是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后来我终于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我上学那会儿 英语听力考试的风格吗 A. He wants to be the emperor B. He makes himself a creature C. He begs protagonists to join him D. Obtuse angle 我的天哪 这破题一出 心理阴影立马就回来了 咱们还是说回游戏本身 不只是死亡之物 早期涉及到英语配音的游戏 或多或少 都会有傍毒的情况发生 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以我游戏多年的经验来看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语言结构问题 我们说的汉语基本的语序 是主语、卫语加宾语 英语也一样是主卫宾 而日语的基本语序 是主语加宾语加卫语 这就导致台词文本 在经过翻译之后 可能产生了语序上的颠倒 从而产生了起义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社长喜欢玩红白机 这句话放进百度 翻译里就变成了这样 才绕了一圈 这意思就怪起来了 短剧尚且是如此 如果在结合上游戏的剧情 背景设定和片假名的名词 这样一份含义不明的剧本 交到配音演员手里的时候 也就难免他们临表涕零 不知所缘了 其次由于作品存在保密原则 配音演员们当时也会面临着另一个问题 在看不到游戏画面 不知道背景环境的情况下 唯一有的就是手里的这份剧本 角色的情感 语剧的速度 人物的关系 这些展现在玩家眼前非常清晰的内容 在他们眼里 却都只能靠猜才能完成 说白一点就是 有这些保密协议压着 他们不让我看画面内容 还得硬着头皮去配音 那只能是两个字 瞎懵 AMS的各位 我是哥德曼 不管你们是否要阻碍我 等时机到 你们自然就会明白孰是孰非了 我给你们带了一份礼物 看看左边吧 好的朋友们 希望还能再见到你们 怎么样 在完全不知道游戏内容的情况下 配音的难度是陡然提升 而且准确率也是难以保证 最后邦读的产生还有一点作为致命 那就是配音的人 根本就不是专业的配音演员 由于时间和成本的限制 配音的工作 也就交给了公司内部的职员来完成 自然也就很难达到专业的水平 这种现象还真不算罕见 即使当时像世家这样的大厂 也很难邀请专业的外籍配音演员来献身 不光是英语 日语也一样 刚才我们说过的 Pu Pu Tung就是一个例子 游戏后来卖的火了 在移植到PS平台的时候 才请来声优重新配了一遍 那死亡之屋在当时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咱们来说说表现最差的二代 在1998年 开发过程终于来到了人物配音阶段 而这些配音的人 实际上只是在日本当地对接的 美国翻译人员 不仅得把日语的台词给翻译过来 结果这几个人一听 什么 项目组说周围也没有更合适的外国人了 不如就搁几个上吧 赶鸭子上架 这几个翻译也就正面着担任了配音的工作 而在他们当中 只有一个名叫科瑞布林加斯的 曾经有过配音经历 他曾在索尼克大冒险担任特尔斯的配音工作 而在死亡之屋2当中 他所配的角色 还是玩家2P的Garry和几个小孩路人 这还不算完 最糟糕的是 所有的配音工作都需要在一天全部完成 没有任何打磨的时间 稍微有点惊艳的科瑞 在这一天还需要完成另外两款游戏 《吸血鬼之夜》和《幽灵小队》的配音工作 劳累的状态拖垮了仅有的那些配音经验 因此种种原因结合下来 也就造成了《死亡之屋2》配音糟糕的结果 《死亡之屋》的帮毒现象 在经历了初代和二代的反馈之后 终于得到了改观 三代首次引入了女性主角 增加了声音的多样性 在之后的四代也沿用了女性主角 而外传性质的《死亡之屋》Overkill 更是加入了一位黑人老哥 言谈局势中 甚至能透着点赛米尔·杰克逊的风格 在过场动画中 几乎就像马尔法克侠附身一样 每隔几句话 就必然有一句地料的疏口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时间来到了2022年 《死亡之屋》伴随着世家的其他街机游戏 度过了无数个冷藏的岁月 时隔两个世代才从V 到了现在的Switch平台 而再来听听预告片里的这段配音 好呢是真说不上 不过要说这个磅毒的程度嘛 可是太有那味儿了 最好地捐灭的程度嘛 反正射程度就会很快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